今天的成語是半途而廢 意思是中途停止 形容做事做到一半 不能堅持到底 那怎麼用半途而廢來召句呢 哇 唐康琦看起來很厲害耶 我也想學 啊 好累啊 算了 哇 跳舞感覺也蠻好玩的 我們來吃吃看 算了算了 太累了 嗯 還是試試看花花 這不是什麼啊 什麼 他對每件事情都保有好奇心 總是想嘗試 可是往往半途而廢 一遇到困難就放棄了 今天功課好多喔 開始吧 等一下來做 他今天 Kristus的作業很多 我們要別跟我沒有 一下子就要這幾天耶 他不覺得不得就對了 然後황花花音 为什么每一提都好像好难哦 等一下再做了 他今天的作业很多 可是一遇到不会做的题 就半途而废 导致一个作业都没完成 马上就要比赛了 今天一定要好好训练 突破自己 今天的目标是跑42公里 加油加油 可以的 已经跑超过一半了 再坚持一下 好累哦 可是不能停下来 只剩下最后五公里了 加油加油 加油 我做到了 体育项目很需要毅力 如果因为太累而半途而废 就不可能会取得好成绩 他对每件事情都保有好奇心 总是想尝试 可是往往半途而废 一遇到困难就放弃了 他今天的作业很多 可是一遇到不会做的题 就半途而废 导致一个作业都没完成 体育项目很需要毅力 如果因为太累而半途而废 就不可能会取得好成绩 感谢讲华语运动的大力支持 讲华语我也可以 大家好 我是Sella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哦 拜拜